台中市政府援助民族事务委员会 今29日举行In a comma族语故事屋线上节目开播记者会 主委林一路Palin 苏阿安化身 comma 讲故事给孩子听 穿着族服的小朋友围绕在主委身旁 专心地听故事 市府原明会表示 台中重视都会区原住民儿童的族语教育 是全国第一个由市政府规划建制的 16族全族语线上故事节目及podcast节目 欢迎喜欢听故事学族语的民众 一起聆听